日本人的監獄 中國人的監獄 馬園姓馬 在馬賢馬 香港姓鄉 在鄉莊鄉 香港是中國經濟的逃生佛 害死香港中國經濟亦將亡 莫得鼎將與人假活夜市的絕世好竅 中國發債1.5萬億舊地方 港人強積金隨時為國捐軀 勇士說 賴以安為要 近日再有金句引發關注 馬丸聖馬在馬延馬 時評人鳳希乾笑言 這讀具象深的八個字 港官和土共居然無人應無學舌 講國安聖國在國愛國 香港聖鄉在鄉莊鄉 怎麼對得著習主席呢? 習近平早前對馬克思主義學院 造出一系列重要批示 包括馬丸聖馬在馬延馬 馬克思主義學院 將這八個大字貼在當眼處 照片流出後讓很多網民疊破眼鏡 有網民表示 以為是PS圖片 原來是真的 網上還流傳一個惡搞影片 一位主持人就馬丸聖馬在馬延馬 採訪數位路人 一位男士以普通話認同地表示 習主席說的非常對 在馬延馬就是只能說馬 不能說其他動物 比如說豬肯定不行 因為豬會想到蠢豬 想到蠢豬就會想到一個人 說狗也不行 說狗就會想到聽黨指揮作風優良 能打勝仗 又可以想到一個人 因此習主席的在馬延馬說得特別對 嚴謹、準確 時評人鳳希乾發帖形容 馬丸聖馬在馬延馬是習主席遇刺的鮮明道向和辦堂原則 早在2017年北大馬院院長于鴻軍曾解釋馬丸聖馬在馬延馬 稱學生在馬要學馬 教師在馬要教馬 師生在馬要延馬 在馬要信馬在馬要愛馬在馬要容馬 鳳希乾笑指 這八個字的意思如此博大精深 居然又禁將心獨運 港官和土共居然都無人應無學舌 說國安姓國 在國愛國 黨媒姓黨在黨信黨 香港姓鄉 在鄉莊鄉 怎對得著習主席呢? 有網民推測 習近平不懂英文因此才撈出此笑話 就好像下街里不會叫他下山 包子甘不會叫他包山一樣 另一位時評人林和立認為 二十大後獲習近平提拔的官僚 對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等認識不多 大多是專門從事意識形態宣傳的黨政官僚 當中多數人不懂說英語 鳳希乾則認為 習班子非但不懂說英語 他們甚至連中文也不懂寫 他感嘆 看著馬遠勝馬在馬言馬這句話 終於明白別具慰眼的習主席何以賞識李家超 不單是因為少女殺手不認識金融貿易 不明白美國制裁也因為相比起歷屆特首 他算是中英文能力最接近主席的一個 北京政府一直宣傳 中國大陸才是香港的衣食父母 因此香港人要愛國愛黨 懂得感恩 不過近日一位經濟學教授指出 大陸沒有法治沒有市場金融 因此香港就成為大陸經濟的安全法 沒有香港 中國經濟的偉大成功將永遠不會發生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 斯隆管理學院副院長 華裔政治經濟學教授黃雅生 近日發表題為 如何扼殺中國活力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指出 香港在過去數十年對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 作出的貢獻 黃雅生表示 中國大陸沒有法治和市場金融 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後 擁有法治和市場金融的香港 為大陸經濟發展提供了保障 這也是為何許多大陸高科技企業 來港註冊和集資的原因 他以計信機巨頭聯想公司為例子 該公司成立於1984年 由中國科學院主管 自1993年起將其業務設在香港 這一舉措對該公司的早期發展 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能夠利用香港的金融資本 是聯想崛起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1994年聯想在香港上市 為該公司在中國大陸的投資 籌集了所需資金 這是在沒有依靠中國政府資金 而成功的一個典型例子 黃雅生指1994年 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 而在1997年至2019年間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 得以保留從歷史繼承而來的自由經濟 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體系 法治和財產保障權 這些都是中國大陸無法提供的核心功能 他舉例子 阿里巴巴的大陸運營公司 是於1999年由香港公司和中國公司合資成立 中國最大的人面識別公司 雙湯以及字節跳動 即是TikTok的最終控股公司 均在香港註冊 總而言之 不是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有多厲害 而是中國科技巨頭 依賴香港和海外資本市場才得以發展 香港曾經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 為中國企業提供了一個制度上的逃生罰 目前有評論認為 香港對中國已不再重要 因為中國經濟現在已超越了香港 不過王雅生指出 中國的三家領先生物技術公司 白濟神州、毛石若明康德 和在鼎醫藥均在香港註冊 因此不能低估法治 和市場金融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 《國安法》的實施削弱了香港 為中國企業提供法治平障 王雅生認為 一旦香港無法再起到逃生罰的作用後 中國很快就會感受到這一影響 而且會為其對經濟的嚴重誤判 而負上沉重的代價 香港政府果然是人才制製 達首李家超提出搞活夜市之後 很多個人才立刻出來欠謀或策 其中行政會議成員張宇仁就建議 可以想辦法令到老人家 在晚上11點12點都可以和孫女去蘭桂坊劈走 商界政黨自由黨副主席 李鎮強就建議引入巴西森巴加年華 多次兒童設施及小型機動遊戲 讓市民扶魯奎又參加夜市 嘩這樣的住世好巧都被你們想到 果然是沒得頂啊 不過是頂心頂肺那種 現年73歲的張宇仁表示 搞夜市不是鼓勵在街邊擺熟食檔 推車仔在租金昂貴的食肆門口 埋夜這種想法 而是要想辦法可以令到市民晚點回家 想辦法令到好像他、張宇仁這些白夜公 在晚上9點、10點甚至11、12點都可以和孫女去蘭桂坊劈走 嘩我真是想問一下張宇仁老人家 你這麼語重心長叫人半夜三更和孫女去蘭桂坊劈走 你自己會不會以身作則 帶自己的孫女去蘭桂坊劈走先 另外這樣搞法 露懶個場不是鬼佬變廢佬? 我驚到時連蘭桂坊都玩藉了啊 說完張宇仁的和孫女劈走巧之後 接下來我們再說一下李振強的扶老葵幼 李振強建議可以引入巴西森巴加年華 逢週末可以邀請歌星快閃唱歌 這樣市民會貪新鮮及有期待感 另外為了讓市民扶老葵幼參加夜市 李振強認為要切兒童設施及小型機動遊戲 一於來個老少童鑼 這些絕世好巧到底活不活? 真的要試過才知道 不過有一件事我真的想不明白 我們好像在說夜市禍 為什麼兩個高人都不約而同 想到那些老人家和小朋友呢? 老人家和小朋友不是都要早誰早起的嗎? 哎呀不過如果我想得明白 我想我現在都已經在做香港議員了 沒計 抵他們做議員的 中國連環爆 房產和地方政府債務危機都火燒暗微 北京傳出已經準備發債1.5萬億元人民幣 幫助12個地方財政紓困 不過中外學者都認為 發債金硬只能解而微之急 最令人擔心的是 港人強積金隨時要為國捐區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估算 今年中國地方政府累積的債務 可能已經高達66萬億元 而北京打算發債1.5萬億元人民幣 去幫助包括天津、貴州、重慶等12個地方紓困 不過1.5萬億對於66萬億來說 根本就是杯水車身 中國金融學者施靈在接受自由亞洲採訪時表示 大陸地方政府在長世紀開始 就利用賣地來補貼被中央抽走的資金 但土地有限坐食山空 當無法再用賣地這招時 地方政府於是想靠發債 司令認為一旦開始發債 就變得一化不可收拾 這就像滾雪球一樣 債務缺口只會越來越大 地方政府只能靠借新債還舊債的辦法 根本無法扭轉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 另外發債就必須要有買家 司令認為中共這次發債 對海內外的投資界都不太吸引 因為外界可能已經不再相信 大陸有能力還本符適 在這種情況下 國企很可能會被迫成為買家 而香港也可能成為中央抽水填債的重要目標 美國智庫詹姆士頓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林和納認為 如果北京下了使命令 一定要金管局或其他政府單位賣大陸發的債券 或者由香港抽取資金 港官當然無可能反對 這樣港人的強積金隨時被迫為國捐軀 到時真是被抽乾到渣都沒得剩 好 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報導真相 真邊是弊 需要勇氣 更加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記得like share 多點留言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明天見 明天見 你們在這邊 你們在並沒有什麼 請查看 明天見 觀看 明天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